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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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总来我这儿 别耽误自己训练啊 以前一直都是我照顾你 我都习惯了 我知道你在这儿 总是会不自觉地想来看看你 就是因为咱们认识这么久了 你也知道我性格 我在哪儿不都活得好好的吗 再说 现在不还有兔兔在这儿呢 我那些球员吧 虽然嘴巴损 但人都不坏 我又不会被拐跑 对不对 好 我当然知道你能照顾好自己 但是不要拒绝我来看你好吗 谢谢你 楚然哥 虽然我一直把你当哥哥 孩子我爱跟在你屁股后面 然后黏着你让你照顾我 但现在不一样了 我呢 有我自己的球队 你呢 走了神话队队长 我们都有自己要做的事 和要负责任的事嘛 所以你没必要迁就我 喂 哈牛连 好 我马上回来 我马上回来 教练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听说你最近去清蒙大学 去得挺勤的 是去见苏暖夏吧 是 我呢 不反对你跟苏黎的女儿接触 但如果因为她影响到你训练的话 我就只能将你的队长位置交给其他人了 兔兔今天会来吗 上次我拒绝了她 她应该会很不好受吧 她现在年纪都不小了 在感情上应该会很成熟 我怎么会这么在意她的感受啊 可是 可是 我上次为什么要拒绝她呢 我是男人 我怕什么 我应该去勇敢地面对她 倩哥 齐峰 怎么就你们两个 沈学长和军业还有两节课呢 教练好像有事出去了 那 其他人呢 谁啊 还有新队员 不是不是 翔哥 你平时这么溜 那你在感情方面 是不是挺有经验的呀 一般啦 你就略懂略懂 干嘛 你要支点迷津 我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你一下 请提出你的问题 我有个朋友 不是我 他想咨询一下 怎么判断是否喜欢杀了一个女生 我觉得你这个朋友的问题 本身就很有问题 为什么 喜欢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一种玄学 不管是男追女还是女追男 都是情不自禁的本能反应 哪有那么多规矩 你这个朋友的问题 本身就透露着一种怀疑的异味 那 我帮他问啊 有没有起初怀疑 然后后知后觉 最终走在一起的情况呢 沈静命啊 搞那么复杂干嘛 心动就去撩 撩不动就强行撩 再不行就强行表白 如果连表白都不敢 还谈什么喜欢 不要像有些人那样遮遮掩掩 很low的好吗 可是 如果我那个朋友 曾经拒绝过那个女生呢 那就让那个女的也拒绝他一次 大家扯平喽 恋爱这种东西 排面很重要 一步被动 全程卑微 那 我劝你这个朋友最好还是想清楚 到底是不是喜欢他比较好 我怎么觉得绕来绕去 又绕回来了呢 灵萱 别听他胡说 他自己到现在还没恋爱过呢 齐峰 你怎么接我老底啊 我还是去找找 有经验的人去问吧 这 来 沈学长 对于我刚才那个问题 你有没有什么话 能指导 或者开机我那位朋友的 不好意思啊 灵萱 我这边实在是太忙了 可能没办法解答你的问题 还有啊 我是学感染学的 不是学习心理学 看我干嘛 大家是队友 我请你喝个咖啡 有那么奇怪吗 你要是有什么话的话 就直说 我就是有个问题想要 请教一下你 那什么呀 我有个朋友 他 你要是有问题要问我的话 最好就实话实说 最好就实话实说 你要是觉得我能帮上你什么的话 你可以跟我说 暂时还想不到 好 气氛好像有点尬 不如我们喝咖啡缓解一下 嗯 宋奶夏呢 今天不是说要训练吗 就来没跟你说吗 今天的训练只是个幌子 等一会儿我们要给兔兔 办一个生日派对 对啊 那他人呢 应该在天台布置现场吧 强哥 我先把这个给教练送过去 等下回来再帮你啊 去不去 来 我帮你去走 一会儿把那些灯缠一下 借着看能不能用啊 你 怎么是你 为什么不能是我 萧兔兔的生日派对 作为球队的一员 我为什么不能来 你来就来 怎么还落手催灯呢 是这灯的质量太差了 你给萧兔兔准备的生日礼物 就这样 什么叫就这样 我很用心布置的好吧 你要是来找茶 就赶紧给我淌点 我 你要是想帮忙呢 就把这些椅子都摆好 你让我把这些东西摆好 有意见吗 有意见吗 你干吗 搬东西这种事 就应该男人来做 随你变喽 你爬那么高干什么 赶紧下来 你看我像是能下来的样子吗 你跳下来 我接着你 我可能 比正常女生稍微重那么一点点 我好歹也是明星球员 这点承受能力都没有吗 我跳下来 你到底跳不跳啊 你离近点我害怕 你离近点我害怕 幸好幸好 没有进到她的嘴 要不然还不得磕出血来 说好了刚刚是意外啊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千万别碰词 我碰什么词啊 万一你非要以身相许要负责怎么办 宋宅夏 你不要仗着我喜欢你就有恃无恐 你知不知道 有多少人想对我负责 反正 反正我 我不行 睡觉 对 我是辛雅的 你与世美的 那女人都没抓了 我爱你 是 请慢用 就是说你们两个人 一次单独接触的机会都没有 真的一次都没有 军业他总说打篮球很忙 没有时间跟我相处 这孩子太贪玩了 也不是贪玩了 可能他最近沉迷于篮球 还有别的原因 我不晓得该不该跟您说 你怕什么呀 有爷爷给你撑腰呢 就是他们篮球队最近有个女教练 他们两人好像在交往 什么 爷爷 你 来 往前走 小心啊 嗯 左边 左边 先进两步 你们到底准备了什么惊喜送给我呀 哇 好漂亮啊 这是你们给我准备的吗 主要还是暖夏准备的 当然我们也出了很多力打 图图 生日快乐 谢谢暖宝宝 烧烧烤啊 我们现在烧烤的话 早被保安抓起来了 这不是有夜神的照着吗 再说 学校是他家开的 谁敢抓我们 给 小兔兔 你来干嘛 上次你和我说那件事 安拉安拉 之前的事情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我早就不在意了 可是 我 我想 我已经想好了 只要我喜欢的人换得够快 试炼就绝对追不上我 嗯 嗯 搞什么 这年都还停电 试炼 电压不稳吗 嗯 可能是跳闸了吧 兔兔 你对这边熟 你去踏一下 嗯 嗯 好 原来没停电啊 那你干嘛让兔兔去 怎么 舍不得了 他不走 我怎么能让我的蛋沟登场呢 啊 来来来 这样等他回来就有惊喜了 哎呀 手机又没的 这么高 我怎么看得见啊 我怎么看得见啊 小兔兔 你怎么就成了一个没有人头的单身狗了呢 我给你们讲一个笑话 你们知道哈士奇为什么 都五分钟了 肖兔兔怎么还不回来 这么关心他给他打电话咯 继续说 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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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智商 很容易和犯罪嫌疑人达成共识 真咯 怎么搞的 连手机都不带 你要是实在着急的话 佩帝房就在楼下 你下去看看吧 好 正好我下去溜一溜 嗯 然后呢 好好好 我继续说啊 兔兔 刘萱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不喜欢我 那是你吃亏 你拒绝了我 那你就亏大发了 可是 我还要故作轻松地告诉你 我不在乎 我怎么可能不在乎 这关系大了 我喜欢你小兔兔 你不是不喜欢我吗 之前是因为我太傻了 我喜欢喝你斗嘴 喜欢你陪在我身边 我不喜欢 别人喝你做的汤 虽然她的确挺难喝的 嘘 嘘 不要说了 快 我们这样 不太好吧 嘘 我们这叫官仙队员 刚才是不是心跳加速了 嗯 嗯 那你喜欢的人 还没变吧 这里没有鲜花 也没有掌声 这是我为你编的 一百个笑话 什么呀 之前 我经常惹你不开心 所以 你以后不开心的时候 看看她 就当我赔罪 对 那 你还能继续喜欢我吗 嗯 掌声啊 你怎么不和萧兔兔一起走 嗯 嗯 我傻呀 他们俩刚在一块 我怎么可能 自个电灯泡嘛 你就是傻呀 你不仅无视我的表白 还每天抓一堆电灯泡 在我面前晃 对不起 我真的 暂时还没有办法 过教练和球员这道卡 那暂时是多久 那我得回去好好想想 明天再告诉你啊 走了 拜拜 宋暖夏 我会一直等到你想好为止 宋暖夏 撑住啊 爷爷 你怎么在这儿 嗯 是啊 你到楼下啦 嗯 我还没起床呢 你晚点再来吧 一起吃饭 好啊 嗯 那你想吃什么呀 嗯 好 行 拜拜 你什么时候起床的 从你给灵萱打电话的时候 好啊 小兔兔 谈恋爱就是不一样 这都学会撒谎了 你看你啊 从头到尾都打扮好了 还说什么 我还没起床 我还没起床 其实我有点后悔答应她 你不会这么善变吗 哎呀 要是女人答应得太快 就会被男人吃死的 昨天是我冲动了 我就应该再考验考验她 谁让她之前 嗯 总而言之 我刚刚在电话里说的 是我的育男手段之一 要是我表现得很积极很配合的话 那岂不是显得我很好追 你在哪儿学的这一套一套呢 当然是爱情距离啦 嗯 你不知道 爱情这东西啊 太复杂了 太顺利的吧 怕不长久 太久 又怕经不起变化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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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爷今天 没课呀 怎么还没来 我在群里给她发消息 她也没回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关机了吗 什么情况 吵架啊 冷战了 费什么话呀练你的球 嗯 应该有事耽误了吧 应该会来的 冷夏 那我们先走了 嗯 教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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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没来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才是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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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什么事啊 爷爷 我必须回青梦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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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 你闭嘴吧 什么回青梦啊 你就是想回那个球队继续打球 他们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球队 和以前的不一样 我这打球 我这打球 连自己的身份都忘了 你拿我说的话当耳旁风啊 没有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打球 军家的继承人 必须要有一个符合你人生的婚姻 姚珍都跟我说了 以前 那个安总那边回绝了 那就算了 可现在姚珍这姑娘多好啊 这次 不许胡来了啊 暖夏 她是个好女孩 而且我不是为了和她在一起才打球的 总之啊 只要那个女教练在 你就不许去 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许离开这个家门 你是说军业失踪了 嗯 连陆爷都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知道的都跟你们说了 我家就住在军业家附近 他的确连这好几天都没出现了 传销 枉架 被拐 挖绅 逼枉为超 以军家的实力以上情况都不可能发生 沈学长总结得好 佩服 苏教练的脑回路 果然惊奇 军业 这次失踪得无声无息 而且没有半点新闻出来 能够有能力做出这种事的 只能是军业的爷爷 爷爷 那个老头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对了 我给他家打电话的时候 他家庸人说 以后篮球社的事就不要再找军业了 不需要 不需要 好 他想回来 要帮你 一些事 当务之急 还是赶紧找个替补吧 要不然你就没法上场了 我知道 但是我好像放心不下军业 而且我好像没有办法 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比赛上 他可能遇到什么事了吧 你也知道 像他这种家庭的人 对篮球的态度 也不会很纯粹吧 楚然 你不了解他 他不是这样的人 你不知道他对打篮球的执着 就算他赶不上和你们的比赛 我也不会怪他 喂 暖夏 原来在我心里 他比打赢神话还要重要吗 那我这几天到底在纠结什么呢 情侣了不起啊 军业你在哪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小一哥 你终于醒了 你这是接触到过敏源了 医生已经处理过了 没什么大碍 你只要注意休息就好了 爷爷呢 董事长这会儿去参加分公司的会议了 临走的时候嘱咐我 要好好照顾你 其实 董事长说的那番话 他也是无心的 你不要太放在心上 我已经习惯了 你先出去吧 我想再休息会儿 是 是 军业 你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我都能想象到你现在骂我的样子 不过没关系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来 给 你真的不吃啊 没什么胃口 怎么了 嫌我们虐狗啊 不是我减肥 减肥不是你的作风啊 我们家林轩要多吃一点 啊 张嘴 乖 这个甜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夏夜之君暖之直男生存特别企划 我是你们的导师秦子 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女生的前台词 女生的语言呢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密码 需要一个懂她的人来破译 今天呢我就要教大家透过现象看本质 描懂女生的小心思 第一题 女生在发完晚安之后 她会做什么 睡美容觉吗 追剧 会不会再敷一下面膜什么的 都不对 正确答案是这样的 我睡了 晚安 喜欢你 就等着你回复一句甜甜的晚安 也许我不会回你 但在心里 一整晚都会美美的 晚安 宝贝 第二题 论邀约的技巧 通常来说直男是这样约女生的 好 金子 你周末有空吗 我能约你去看个电影吗 你这种钢铁直男的画风 除非你摔到惊世骇俗 否则女生是不会理睬你的 那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呀 周末我接你去看电影吧 然后再带你去一家超好吃的日料 好啊好啊好啊 那 话重点啦 就是把疑问句 换成陈述句 或者感叹句 把妈换成巴 其实女生不是真的不知道 只是需要一个帮她做决定的人 大家懂了吗 哦 你坐在草场里看着手机 在等着谁信息 我走下了楼梯 数着阶梯 一步一步再与你接近 你有些爱自己 都让我莫名开心 不知那天不小心 不小心 意外爱上你 你偶尔也有小脾气 我会拥赴你的情绪 每天给你一块心情 爱上你 爱上你 没有原因 你坐在教室里 写着考题 眼神开始犹豫 我走上看着你 难以忘记 一分一秒时间也停息 我想每天保护你 把你捧在我的手心 也许某天让你生气 对不起 不是我故意 我想每天呵护你 将你涌入我的怀里 缘分让我们相遇 爱上你 没有原因 爱上你 爱上你 我爱上你 我爱上你 你也不想你 你也不想你